一连四天的连续假期 不只吸引了各地的游客来到花莲游玩 同时也让许多网红来到了花莲 就有一位非常具知名度的水晶占卜师来到了花莲 被美丽的环境所吸引 让许多好奇水晶占卜的游客 不只能够观光还能够一解心中的疑惑 成为了一届结盟的特殊景象 连续假期在花莲观光景点到处塞满了游客 许多游客都是趁着解禁之后的 第一波连续假日来到花莲游玩 就有许多网红是来到了知名的景点 就一位来自国外的水晶占卜师来到知名景点之后 也成了当地游客热门询问的对象 首先我是真的很感谢三度空间的老板 还有他的家人 我觉得他们对我很有照顾 而且他们给我这个空间 完全没有收我任何费用 还提供我免费的便当和饮料 我觉得特别的感谢他们 就像我当初来到三度空间的第一天 然后我接受的磁场是完全是正欠 就是有包容心跟爱在这个环境里面的 就是会吸引很多人来这里 然后释放一些 不是说单单只是拍照 可是在这几天我在这里占卜 其实那些人来给我占卜人 我是称他们为我的贵人 虽然他们觉得我给他们很多提示 他们学到很多 可是往往其实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 水晶是非常自然的物质 能够带给人有更好的正能量 不管是在恋爱工作 所有人际关系个性健康运势上都会有进化的能量 因为水晶占卜它很敏感 它对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你的恐惧跟过去的伤害 没有真正的释放的话 无论第二次第三次你来给我占卜的话 其实黑药匙永远都在你气脉轮里面 因为我经历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对他很有信心 这是为什么 那时候我给我老师账卜的时候 我就决心我要学水晶这一块 让许多感到生活困惑的游客 稍微能够平静心灵 也希望能够以正的想法 来解开自己心中难以进化的难题 去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报道